这个女孩来到一家小商店 她拿起一罐液体浇在了一位女顾客的身上 紧接着她哗然的火柴 而这一切都源于一场无法停止的真心化大冒险的游戏 女主是一位视频博主 也是一家社团的骨干力量 她经常会在网上发布一些宣传人爱的视频 女主有一位生死之交的闺蜜金发妹 本来她打算取消这次春假 但在金发妹和其他同学的恩威病失之下 女主不得已只好答应了 一帮人提着大包小包开车前往墨西哥游玩 晚上在海边的疯狂派对上 女主结识了神秘的胡子哥 胡子哥不仅长得人不苟样 而且彬彬有礼 给女主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两人把酒言还聊得是不亦乐乎 派对快要结束的时候 在胡子哥的建议下 一帮人来到了一个废弃的教堂 胡子哥显然早有准备 拿出啤酒感谢这帮吃瓜的接班侠 教堂里破败不堪 四周散落着一些不祥之物 女主拿着手机在教堂里瞎悬磨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被打碎的瓦罐 这个破地坊实在没什么好玩的 当一些同学打算回去的时候 胡子哥提议 大家一起玩真心话的冒险 对于这种老掉牙的游戏 在场的所有人几乎都没什么兴趣 但在女主的坚持下 同学们还是坐了下来 首先小鸡老向女主提出了一个真心话的问题 假如外星人来袭 女主会不会为了自己的这些好朋友 而牺牲地球上的其他人 作为一名准备将博爱 撒满人间的大爱之人 女主宁可杀了自己的这些好朋友 也要保住地球上其他无辜的生命 她的回答令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的扫兴 通过这场游戏 一些人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 男主是金发妹的男朋友 经常向同学们兜售假药方的泰森 当场说出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女主一直在暗恋自己闺蜜的男朋友 此话一出 搞得现场的气氛相当的尴尬 最后轮到了胡子哥 胡子哥毫不避讳地说出了真心话 给每个人心里都留下了阴影 开学之后 起初一切都挺正常 但没过几天 女主就出现了幻觉 她在客桌上看到了真心话 还是大冒险的字样 金发妹的老爸自杀之后 女主就成了金发妹唯一可信赖的人 因此对于泰森说的 女主爱上她男朋友的事 金发妹也没放在心上 而女主也虚伪地说 自己对男主从来就没有别的想法 女主的幻觉依然持续着 她又看到自己的车门上 刻着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的字样 她认为是一直纠缠她的狗圣干的 但狗圣说车门上根本就没有字 紧接着 女主就在图书馆遭遇了诡异的一幕 她情不自禁地 说出了金发妹跟别的男神狗展的秘密 可当她刚说完 幻觉就消失了 而她的话也被在场的所有同学都听到了 当然也包括男主和金发妹 男主是拂袖而去 女主试图向金发妹解释这一切 但金发妹撂下了一句狠话之后就离开了 晚上在酒吧打台球的狗圣首先中招了 那位被她搭讪的女生向她提出了问题 但选择了大冒险的狗圣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 由于她违反了游戏的规则 当场就莫名其妙地摔断了脖子 女主晚上又向泰森酱油妹和小鸡老解释 在图书馆发生的那一幕 但还是没有人相信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同时收到了狗圣被摔死的视频信息 女主这才想起了胡子哥那天晚上临走时说的话 他坚定地认为绝对是那个游戏在作祟 本来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相信女主说的话 但男主在路上也遭遇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路边的墙上也写着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的字样 而与此同时 男主的胳膊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字 他只好打电话 向女主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几个人正在屋里商量对策的时候 心情郁闷的金发妹走进了屋 女主试图向金发妹解释 不过金发妹一个字也不信 但就在这个时候 金发妹收到了一条陌生的信息 问她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当她选择了大冒险之后 信息提示她必须敲断女主的手臂 虽然金发妹仍是不相信这一切 但在女主的一再坚持下 她最终还是拿锤子砸了下去 下一个轮到了小鸡老 ICU里的重症病号王大爷 问她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小鸡老情急之下选择了真心话 这时候她老爸神奇的出现了 小鸡老无奈 只好向她老爸说出了自己的兴趣向 而排在小鸡老后面的就是泰森 这哥们正在参加面试呢 面试官在提问的时候突然变了脸 问泰森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泰森下意试的选择了真心话 但面对提问她却撒了谎 违反了游戏规则 势必将要受到惩罚 泰森用那根她真爱的钢笔被护则杀了 现在事实基本上已经清楚了 所有的人也都信了 而下一个就轮到了泰森的女朋友酱儿妹了 男主建议大家之后全都选择真心话 这样危险性似乎小一些 现在他们的当务之急 就是找到始作永者胡子哥 但根据当初胡子哥透露给女主的信息 根本就找不到人 金发妹通过搜索真心话大冒险的话题 意外的找到了开头那位放火的女孩 这位叫吉塞尔的女孩是第一批的受害者 监控录像拍下了她当时烧死女顾客的画面 金发妹在吉塞尔的脸书上留了言 希望能跟她见面好好聊聊 心情既郁闷又忐忑的酱油妹 终于在镜子里迎来了对她的提问 她想选择真心话 但制定游戏规则的恶魔不允许她选择真心话 其他人搬出床垫 以防止酱油妹从房顶上掉下来 但很快一扇带尖的大铁门出现了 这大铁门锁得死死的根本就没法打开 女主知道根据剧情的需要 酱油妹肯定会从这个地方掉下来 于是她集中生智开着车撞向了大铁门 果不其然酱油妹准确的掉在了预先指定的地方 分毫不差 这个时候女主收到了吉塞尔发来的消息 约她们在某地点见面 一帮人驱车前往 见到了放火烧人的女孩 吉塞尔当初是跟胡子哥等人一起玩的游戏 过程跟女主她们的差不多 不过吉塞尔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也是酱油妹为什么无法选择真心话的原因 而排在酱油妹后面的正是这个吉塞尔 她选择了大冒险 任务就是开枪干掉女主 紧急关头 酱油妹替女主打了一枪 而吉塞尔因为没有完成大冒险 最后被恶魔逼着自杀了 走投无路的女主最终选择了报警 警方一直在调查吉塞尔在小商店放火烧人的案 当初和吉塞尔一起玩游戏的五个朋友都已经挂掉了 而警方直到目前始终没有任何的头绪 为了破解这个诅咒 几个人开始在网上查找关于教堂的资料 当年教堂里曾发生过一次大屠杀 而唯一的幸存者是一位修女 女主在去楼上拿充电器的时候 恶魔派流浪汉过来问女主选择什么 女主选择了大冒险 这恶魔也够确得的 让女主去跟金发妹的男朋友睡一觉 这分明就是在破坏女主和金发妹本就脆弱不堪的友情了 虽然女主心里乐开了花 但脸上却是一副我也没办法的表情 把金发妹气得是拂袖而去 而女主之所以没有选择真心化 是因为她有一个绝对不能让金发妹知道的秘密 既然是命运的安排 这二位就不再矜持了 本来他们俩就对对方有想法 恶魔的这个要求太删解人意了 既完成了彼此的愿望 而且还显得理直气壮无亏于心 两人这边刚完事 恶魔就附身女主问男主选择真心化还是大冒险 男主选择了真心化 说自己真正爱的还是金发妹 搞得女主心里是挖凉挖凉 老爸的自杀是金发妹心里永远的痛 当他正在看视频的时候 他老爸问他选择真心化还是大冒险 金发妹选择了真心化 转过天 男主和女主开车来到了那位姓村的修女家 当年只有19岁的修女现在已经成了一位老大妈了 原来那座教堂其实是一个女修道院 修道院的一个修女强迫那些年轻的女孩玩一种游戏 然后惩罚那个违反游戏的女孩 后来有人发现 这个修女把恶魔给召唤了出来 这个恶魔一直在主导着这个游戏 很多女孩因为这个游戏而丧命 而破解这个诅咒的办法 需要那个把恶魔召唤出来的人 把某种咒语念欺骗 然后把这个人的舌头割掉放进一个罐子里 这样通往阳间的门就会对恶魔关闭了 本来教堂里的那个罐子一直放得好好的 当初胡子哥和吉塞尔等人玩游戏的时候 正是胡子哥无意中打破了那个罐子 按照这部影片的规矩 谁打破的罐子 谁就需要割掉舌头放进罐子里 而这位修女大妈当年之所以能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正是因为她就是那个把恶魔召唤出来的人 而她之所以不会说话 正是因为她把自己的舌头割掉放进了罐子里 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 女主等人必须找到胡子哥 让胡子哥来破解这个诅咒 但游戏并没有停止 接下来就轮到了小鸡老 由于男主和金发妹之前都选择了真心话 因此小鸡老只能选择大冒险了 恶魔让小鸡老抢走他老爸的手枪 小鸡老无奈只好趁机抢过他老爸的手枪 父子二人正在纠缠的时候 小鸡老老爸的哒的一枪把小鸡老给干掉 接下来就轮到了女主 由于小鸡老选择了大冒险 女主被迫只好选择真心话 这也导致了他不得不把隐藏内心已久的秘密说了出来 原来金发妹老爸自杀的那天 女主刚好去找金发妹 金发妹的老爸喝了点酒就开始对女主动手动脚 最后被女主的划骨绵杂给击退了 金发妹的老爸无地自容最后自杀了 随后女主通过警方给出的信息 终于查到了胡子哥的下方 得知了老爸自杀的原因 金发妹也不想活了 当他准备开枪自杀的时候 被及时赶来的女主给制止了 为了防止有人向自己提出问题 胡子哥目前把自己关在家里什么人都不肯见 女主男主和金发妹终于找到了胡子哥 并用枪逼着这哥们一起来到了当初玩游戏的教堂 就在胡子哥念咒语的过程中游戏再次开始了 男主选择了大冒险 恶魔让他干掉女主和金发妹其中的一个 男主知道自己下不了手 为了不连累别人 男主选择离开教堂 但恶魔根本就不允许他出去 这时候教堂跟地震似的墙也塌了 房梁也掉了 眼瞅着就要出大事 胡子哥被逼无奈割下了自己的舌头 由于男主没有完成他冒险 加上这帮人要破解自己的诅咒 恶魔开始发飙了 他借用男主的手干掉了胡子哥 然后又逼着男主自杀了 胡子哥一死 解除诅咒的仪式也进行不下去了 为了保住自己和金发妹的命 女主这个曾经爱亲大泛滥的博爱之人 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而这才是真正的人性 我朋友和我一起去旅行 过去决定 我们终于前面的故事 我们正在一个旧的旅行 玩了一玩意 玩的玩意 玩了 习惯狗要玩了 我们曾经遇出了 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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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rry, but I have to ask you Truth or dare I'm sorry, but I have to ask you